大家好,我是哲學星期五的志工,我是彥琪 然後剛剛一開始的時候,有朋友說 等於提到哲學兩個字,講兩桌類的話 不是很暫行的感覺 但其實哲學,哲學本身的意思就是愛智慧 所以你可以回去跟家長說 如果你是愛智慧的話,那智慧在哪裡? 智慧其實就在生活裡,然後它並沒有界限 不管你是所謂暫足或是社會主義 因為基本上分子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因為明明地理是屬於自然主的客戶 但為什麼放在社會主? 然後這是一個問題 然後為什麼好像今天來了 就會先有點燦合說,我是自然主 然後我想要來關心這個問題 可是其實生活的問題應該是沒有這些問題 所以會很高興今天大家來到這裡 然後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 從學生自治看,等於有意識的形式跟前瞻 我覺得或者是從1997年香港回歸的時候 可能香港人不知道 我不曉得在座的香港人 或者是對香港人了解的人 有沒有想過 就是當時中共曾經有承諾說 至少50年不變 然後什麼馬照跑舞照跳 可是所謂的50年不變 從1997年到2014年 你看到雨傘隔壁星期的時候 可是這之間已經有多少的捲動跟變化 然後我覺得 也許我們今天會想談這個議題是因為 大概在2014年 雨傘隔壁起來的時候 我們才會關注到說 欸,我們的民居 香港跟中共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然後當我們很初前了解說 所謂的戰中三府 或者是雨傘隔壁的時候 但其實應該是 學生先串聯罷課 然後雨傘隔壁才接上來 所以我們大家在所謂 就是媒體操作的一些秘詞裡頭 我覺得我們好像只有看到 表面上那個東西 那但是到底說 所謂的學齡是什麼 跟到底 退出學齡的學生們想的是什麼 然後所謂的泛民主派是什麼 或者是以至於說 所謂的欸,如果有泛民主派 那所謂退出學齡的學生們 是所謂的本土派 那本土派跟泛民主派 又有什麼不一樣呢 所以我們今天會非常高興 會請到香港大學學院的前任總研究 然後來跟我們談一談 就是在這一段時間裡頭 或者是在這一段時間 應該是說 從香港在英國管理的 執名的狀態之下 然後一直回歸到所謂 中共的管理之下 那這之間思潮的變遷究竟是如何 那也其實會是因為 學院在2013年的時候 出版一個香港的民族言論 那於是那個香港民主派 就是所謂的本土派出現 那這些本土派 究竟是怎麼樣影響了之後 其他都是香港的民眾 那以至於在雨傘革命裡頭 到底學院跟香港大學 他們所佔的角色是什麼 然後我們今天會邀請他們 希望他們在地人的視角 來帶阻名在台灣的人 能夠更深入去理解 那當然也許有些人會覺得說 欸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啊 那 台灣中國一邊一搏 但是我想其實我們的關心是 只要是有人權 就應該是我們關心的地方 也不是憲於說 它是被神所統治之下的地方 然後我想要先把時間 就先交給我們學院的前任務的編輯 這樣子 是不是 是不是 是怎麼樣 我先做我介紹 然後 鳳琪再介紹一下 來看一下 好 我在講明夜 然後我其實 我要糾正 謝謝主持人剛才的介紹 就是我要糾正兩個小點 一個小點是 因為我是台灣人 台灣香港念書 然後如果我從第一次 然後學生簽證 到算到現在的話 總共在香港 應該有一年又十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今天來到這邊 一個角色是介紹香港的現況 第二個角色 也可以當作是一個轉譯的功能 香港的公民社會的事情 跟台灣公民社會的事情 那些語言上面的轉譯 可以做得充足一點 第二點要修正的地方 是提到很多香港 意識形態上面的變化 剛才主持人使用的 香港1997年的回歸 跟香港1997年 族權移交與中國 就是兩種意識形態的用詞 所以如果以一個台灣人的角度 去看待香港社會的時候 我會選擇用族權移交 他可能相對性的比較中性 不會去牽扯到背後太多 就是立場多更正 那今天我有帶一些刊物 但是演講的時候先不要喘好了 剛才主持人提到的 香港民族問題就是這一本 在13年的時候出版 出版是香港大學的學生會 然後風奇思選會的前任部會展 我先講給你 先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叫林彭基 大家好 我叫林彭基 這是 這是 首先要謝謝民營 就是要請 因為 自一陣子 就是我在台中那邊實習 然後就是 民營就是 我跟民營就是在大學 然後他就好 在台中那邊 大學 然後要請 然後 其實我是去年 香港大學學生會的 外外 或者外務的副會長 副會長 副會長 是跟一些 社會地級有關的人 我們都會去參與 所以 今天我會 首先 會講內容 會講 香港過去的學生運動的歷史 因為 裡面跟我講 就是 在台灣的社會運動裡面 學生的講師 比較多都是 參與一些社運團體 但是 香港一個 非常特殊的地方 就是 香港的大學生 他們參與 社會運動的話 都是用 學生會的 講師去參與 對 比較多 然後 這個是一個 有意思的 等一下我會再講 然後 第一個部分 我會再講 香港大學生 會自製的歷史 就是 因為香港大學生 我的了解 就是 香港大學生的 學生會跟學校 都是 一個 不從事的關係 就是 一個非常獨立的個人 就是 跟學校的關係是 十分 十分對等的 然後這個 歷史是 你怎樣去 走過來的呢 然後 等一下我會再的關係 然後 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關於 退團的 故事的話 因為 我在準備的時候 都沒有 放不太多在裡面 但是如果 等一下大家 想要聽的話 也可以講一些 因為 那個時候 我退團的話 就是 在我 進船的那一屆 船舉的時候 是一起去 舉辦那一屆 退團 所以就在 通頭之後 通過之後 我這屆第一屆 就是 不是一個 幹事 不是在 學生裡面的 所以我可以 在 功能過程裡面 去 講一下 那 我先 講幾遍 現在的 影片 然後 因為今天其實 時間不多 然後我們很想要 把香港現在的東西 講到防止 給大家知道 所以我的節奏可能 會稍微快一點 請大家來見一下 那 因為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目前台灣社會 主流上面 對香港人的理解 程度到晚點 那 如果待會兒有一些詞 或是一些關鍵的事情 大家需要多一點理解 的話可以隨時 給我一些暗示 還去舉手 怎麼讓我知道 我可以多補充一些 那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剛才 郭吉剛才說 他會講學生會的部分 那我就從我 擔任學院的事情 開始講 學院是像 大學的 學生刊物 那 你看看這邊 就是 我們每一期會 出版的刊物這樣子 他有個非常重要的特徵 就是 錢很多 剛才 那個鳳琦說 學生會相對獨立 像我們刊物 一點的總預算 連校園媒體 就是整個媒體基建 媒體基建的預算 是台幣 反二十萬 然後 痾 但是 學院大概用了八十萬到九十萬 其他是給校園電視用的 那我們用那麼多 為什麼呢 因為我每一年要訂五本這種刊物 然後 就是 一次印六千本 所以其實印刷配其實蠻重的 好 那我今天 先講的是想講的現狀 雖然可能看起來跟學生自治 沒什麼關係 但是大家可以從我介紹的內容裡面知道 我這一年來 在學生這本刊物裡面 所做的分析 所做的社論 所做的這些觀察 基本上我就把它呈現在接下來的VTT裡面 那我這個要 對 左右 左右 直接打 好 好 好 那首先剛才主持人已經做了非常詳盡的介紹 就是 用台灣的角度來理解香港 最難理解的是 台灣有分藍綠過去 現在大家也不這麼認為 台灣有分同獨 台灣有分親中或反中 台灣有分 呃 可能這麼 比較支持民主 或是比較不支持民主制 但是你在香港 你很難 用這個角度 直接去進入香港社會的社會的遠近 你看到 這個是今年二月的一次立法會選舉的 那個選舉結果 分了三派 一看叫泛民主派 一看叫本土派 一看叫建制派 建制派 大概就是 希望可以和中共建立一個 比較好的關係 如果你用社會科學的詞講 那種跟P是什麼關係 就是利益輸送的 建立起來的一個 一個機制 那泛民主派跟本土派 究竟他們中間 意識形態分歧在哪裡呢 他們為什麼不能合作 為什麼在這次選舉的時候 會吵得這麼兇 如果大家有一些香港朋友的話 你在Facebook上面的體驗就是 這兩派真的吵得這麼兇 他們兩派 在外人的眼裡 看起來應該是要合作的 可是現在 水火火 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簡單的分類一下 如果我們從內在價值 就是他自己的價值體系 和這次選舉的策略考量上面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對於泛民主派來說 他們認為 香港應該要有民主 但這個民主 不會涉及香港的主權議題 也就是說 香港應該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面 支持 就是堅持到香港的民主 那他們在看待這次選舉的時候 非常挑戰民主派 民主派是來尊散選票的 如果今天民主派這個15% 再多一些些的話 就超越了 就要辦民主派的票 可能流到那邊去 那就會輸給建制派 所以他們認為說 在立法會裡面 就會輸給建制派一席 少了這麼關鍵的一席 然後那個議案就會發生什麼 就是天大的變動這樣子 所以非常的危險 但是本主派認為的是 這根本不是策略考量 可以決定的事情 因為在價值題上面 是完全不一樣的 本主派會認為說 民主派運動 應該跟香港的主權議題 是相緊連扣在一起的 那社會正義 應該也不跟香港的主權議題奔割 這次會出來選舉 最大的用目標 是在接下來的9月的時候 要去香港 要讓香港社會 讓香港人會知道說 證明說本土派 是有足夠的動員能力的 可以在接下來 9月的立法會大學裡面 得到一些席次 那我接下來會從兩種抗爭的辦事 來談這兩種 一致情態跟其餘的內涵 然後這裡有三個小點 我在2014年去香港 2014年發生了 太陽花318運動 9月的時候發生了 香港的理想革命 那我可以先請問一下 在座有到台北的現場去參加太陽花的主持 好 那各位有跟朋友或是家人辯論過 我所謂什麼叫東林康命的這些主持 好 謝謝 那這就是香港和台灣一個很難對接的地方 東林康命他本身的精神 如果能說什麼一句話的話 可以說他是一種違背法律 在現階段某個特殊的政治情境下面 我們卻又不得不來要違反法律來表達我們的訴求 所以在中間就產生了一個正當性和法治之間的一個情難張力 那對於一開始 這個我股東都脈絡 但是我大概講過 在2013年的時候 香港的 也有一個叫大曉子教授 他就發起了很多名戰狀 他希望你占領香港金融中心 叫做中華國的地方 來逼迫中共政府或是說香港特殊政府 給香港民主 那在他們的這個論述底下 他們認為 尊重法治 就是尊重香港目前一國兩制 既有的基本法 基本法裡面第三個九條 我們還要寫到 就是你把那個 國際人權工業寫進去 所以 應該要 在這個基本法 又有一個 國際標準的情況下 叫做國際標準的情況下面 然後 爭取香港應該要有民主 然後呢 他們很強調一種叫做 和平理性非暴力 而且 在運動結束之後 他們通通可能會自首 而且 呃 他們會告訴大眾說 和平理性交換 和平理性非暴力 和自首這些行為 並不是公民抗命本身 就應該要有的東西 但是他要透過這些行動 來告訴社會大眾說 我是真誠的 我是尊重我的法治 它是一種策略性的工具 告訴大家說 我透過這些和平的手段 來告訴大家 我有這個尊重法治的決心和承諾 那 有一個 跟台灣很不一樣的電話 是台灣3月18號 大家從經濟保院的時候 如果大家 不是一個 日本參與社會運動很熟悉的人 你可能是在新聞上面才看到的 但是香港 它從頭到尾就是一種 精英主導 完整策劃的一個機制 他在9月發生運動之前 在6月的時候 還發起了一個公民投票的方案 來問全體公民說 你們想要哪一種普選方案呢 到底我們真正的訴訟是怎樣呢 是有一種現場投票的機制 然後還有一個結果出來 開了一個記者婚姻申報告的 在運動的時候 發生了 就是要拆大台的這個訴訟 就是 大家可以想見 本土派剛才只有15%的選票基礎 它是慢慢的在這幾年內 還漸漸的凝聚出它的核心訴訟 其實到現在都還不是很清楚 本土派目前的行動與法 其實相當的鬆散 行動相當的突發 訴求相當的危機 然後我這邊的論理是 按照我們之前幾個月前 做的旅程革命特刊裡面 那篇文章再度下來的 在本土派的醫師型態裡面 他認為香港沒有合力的憲政基礎 怎麼說呢 他們認為基本法並不是香港隔離的憲法 因為基本法在全中國全國人大有最終的權勢權 就是你全國人大說了算 基本法怎麼被解釋 他就怎麼被解釋 並不是以香港人民作為主體的一個具有的權力 然後在1997年的時候 基本法並沒有經過香港人民的選票投票認可 他是中國和英國兩個帝國交換之後 把香港送回去給中國 所以他會出現違規這個詞 他認為這並不是香港人民所認可的一部憲法 所以我不承認 然後香港目前是不對稱的依賴中國 就是在限制地位上面 他認為基本法讓香港不對稱的依賴中國 所以香港人民沒有權利可以修改基本法 基本法不是我們的憲法 所以我們尊重法制 並不等於尊重基本法 那行動策略 因為沒有了這一套完整的今天所主導的體系 就慢慢發展自己要有的理論 他也在挑戰說 在太陽化的時候 大家常常會引用羅爾斯的 羅爾民國政治的話 會知道 美國的自由主義學者 他提出了相當一套完整的行動策略 來告訴大家說 什麼時候你才可以發起公民抗命 但是 本主派認為說 香港的情況和美國的情況不一樣 我們應該要一定程度上面的挑戰 美國這種自由主義展化的原則 什麼展化的原則 比如說和平理性的用力啊 會不會要自首啊 然後 你要等到所有的途徑用完之後 你才可以做公民抗命 類似這些對不對 那 大家要注意的一點 也是我今天 接下來想要很強調的一點是 我特別指出這裡 菁英主導 不好意思 那完整策略 按行動圖法 這兩點 呃 大家可以注意得到的是 雖然我們表面上會看到說 本主派怎麼會這麼亂 怎麼數學會這麼不清楚 怎麼媒體上面表現會這麼差 有時候很差 那 大家也要知道 他背後的權力基礎是不一樣的 因為本主派目前沒有選擇 本主派目前沒有媒體 然後 可能連組織資源都不像他們主派這麼堅強 所以 你在媒體上面呈現出來 一定程度上面 就會變得更多差 就是比較晚 比較 來亂的一局 這樣子 那大家可以自己判斷 接下來 也是一個 認同政治的情感鬥爭 這是在經典的六四個 悼念網隊的時候 發展得相當的激烈 兩派罵得相當的慘重 傷亡慘重 但是 這一點是我比較保留 因為 我認為 在認同政治上面 很難去 在 言語上的 爭奪裡面 達到一個很好的同事 在半民主派 或是說 香港終生代的 記憶裡面 他們很大爭奪 認同 國際者香港的同事 也是這個很重要 不要用台灣的中國 台灣所經歷的中國經驗 來想像香港所經歷的中國經驗 香港經歷了什麼樣的中國經驗 在英國統治的那個時候 英國殖民統治的事情 如果大家有讀 像信儒家的一些經典 錢穆老師 還是唐君毅的書的話 大家也知道 那就是切切實實 當時發生在香港的事情 信儒家可能以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為基底 然後他們代理的香港青年 完成了一次就是文化的洗禮 然後大家像 如果大家知道這些 民報總編輯 有禁止被砍的事情 他在前幾天還寫了一篇文章 去和香港的年輕人說 不要認為我認同中國 是一件怎樣核實的事情 在我的心裡 中國是像中國的詩詞 中國的山水 中國的文化 中國的什麼什麼 都是我真正 擋從心底 有感覺的 那在甚至上呢 香港經歷了一波 因為他們對英國殖民統治 有相當大的犯規用力 在當時也是借用了中國 社會主義的這一套 革命的一些術語 或是基礎 去反對像英國的殖民統治 所以出現了 無法傷害中國人 政治上的中國人 還有我認為在1989年的時候 又是運動整體動員的 香港社會運動的整體能量相當龐大 一到現在 在香港 終於在心裡還是有了一個傷害 就是我真的 我身邊的戰友 被坦克免免過 我真的 非常切身的傷害 的情感經驗 他是一種 非常情感上面的一個東西 所以他會批判 本土派說 國家就是一種體制暴力 他如果我們今天 要有民主的話 本土不應該一定要 建立一個新的國家 這有點像是 不論你支持國民黨還是民進黨 你可能都會認為說 像三、二、四那些行政院 最大的情形 可能在國家這個體制 存在的時候 會發生 國家暴力 他可能跟黨派 或者是立場 有點太大的差 所以他站在一個相當後知名 平常的角度 在批評反對派 所以在他們心中 要建立一個民主中國 在一個世界主義的視角 關懷世界上的所有的議題 然後超越民主國家來各局 去想像一些 經營一些議題 針對於是全球的 這一個方面的事情 在本土派這邊 多半我接觸的 都是我身邊的年輕人 他們出生在 我出生在1996年 他們也差不多這個時候 出生在香港社會 這個時候的香港社會 已經不是英國統治那樣子 般的經濟的自由 市民自由這麼的 比台灣當時戒嚴時期 還相當自由 程度相當大的 然後還是今天一種 現代化經驗的倒置 這要舉什麼例子呢 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 新的殖民者 不給他們民主 不聽他們的話 不是他們為人民 但是 如果大家看歷史的話 可能會看到 過去的殖民主義在發展的時候 像英國殖民香港 日本殖民台灣 他相當程度 都帶入了一個 現代化的經驗進來 所以 在台灣 可能有一些 上了世代的人 還會認為 日本人管他還真的比較好 或是說 日本人留下的東西 還真的比共產還要好 那個殖民者跟一個 代理現代化進來的一個 統治領導者的角色 並不是這麼清楚 沒有本歌 可是現在 這個中國新的殖民者 他卻是一個 站在前現代的位置 因為他們認為中國 可能發展的 不是這麼好 也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不是一個現代國家 這個現代國家 當然當我們殖民者 反彈當然更大 舉個例子 最近這個禮拜 香港來談一題是 中國醫生 可不可以在香港職業 最大的反彈 並不是討論職業 在經濟問題上面 討論說 要不要保護主義的醫生 執照這個制度 是最大的討論 在說 中國人醫生 會不會把你的生育瓜 給栽成這樣子 雖然可能 沒有一些異謀論的基礎 但是你可以想像 但他就是一種情感 就是一個口拒戰 地理空間上的歸屬感 我出生就是在香港 香港就是地圖 上面就畫這個樣子 我的家就是香港 還有什麼 香港文化主體性的浮現 粵語跟粵語 這個語言是不一樣的 反體制跟兼體制是不一樣的 香港的歷史 跟中國的歷史 是不一樣的 這個都是證明我們香港人 和中國人不一樣的 非常直接的證據 那要怎麼回應這個 後殖民批判的角度呢 他們認為我們是反抗殖民的 一種解放的過程 中國是一個新的殖民者 我們在座的是反抗這個殖民 雖然說在後殖民的經驗裡面 國家常常變成一種體制暴力 但是目前在現階段上 我們就應該透過建議的國家 來完成這個社會解放的一個方式 就只是像台灣我們還是要宣稱 我們要獨立建築 才可以達到真正的自己的這種角度 那 對不起 那 這裡有一個非常 我覺得可以談的一個點就是 像植物這種空間 可能大家會談說 我們要當一個現代公民 那什麼是現代公民 現代公民它其實相當程度的 超越了一種 過去我們家族式的一個情感認同 超越一個宗族式的 或是部落形式的一個方式 它是以一個國家為一個整體想像的 我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我應該要為這個社會付出什麼努力 我應該要怎麼規劃我的人生 其實相當程度上面都跟這個國家 牽連在一起 所以看他們眼中 建立一個香港國 就是一個完成自己獨立自我實現的一個過程 這也是現代公民的一個過程 所以他們在英南面上 討論支持中國民主化 那我自己沒有責任支持中國 沒有責任建設民主中國 或是說議題要相對的很豐富 那第三個 這個是我之前在各個場合 跟朋友聊 或者是在其他場合 有講說最爽談的一個部分 但是我現在很想要把這個地方給千年進來 這個東西跟大家發現目前英國脫歐 或者是德國反難民 甚至美牛川普 我認為都有一定程度上邏輯的對接 這個不講那麼深 我們來談之後 香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香港是一個階級分化上面有重的地方 它是一個經濟體制相當自由的地方 所以是第一 勞工 基本公式 沒有基本公式 沒有基本公式 然後 基本時間跟台灣是一樣 物價台灣兩倍 就是基本時間是一個小時一百合 但是物價台灣兩倍 它是一個相當自由 經濟自由的一個地方 也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 和自由主力的契權之下 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 樣板地 那當時在雨傘運動 雨傘革命的時候 出現了好幾個 三個地點 一個是金鐘 主要是政府總部的地方 還有銅鑼灣是商場 然後旺角是很多基層 和香港 你這樣怎麼講的呢 台灣的南部 用比較熟悉 或是刻板印象的方式 就是台灣的北部人 和南部人 那樣的感覺 不要忘了講 兩邊的群眾基礎 有什麼不一樣 畢竟是學生學者 畢文人士媒體 國際有一個中產精英 就是已經造了一個 非常燦爛兵分 香港好強 然後 香港好 好 好有公平精神的一個 一個圖像 那 他們要怎麼去速選他們的運動呢 就是告訴大家 說我們要讓這個專制政府下台 我們要真正的普世價值的民主 用一種道德的論述 來跟大家講說 什麼是應該的 什麼是不應該的 運動是應該的 佔領是應該的 它是什麼理由 就是這種方式 那 對於空間的詮釋 長怎樣呢 呃 柳洛民主教室有點像太陽花在外面那個 每天有講課那個 就是每天都會講一個主題 然後是來講教授來講 這樣 對 這個空間是一個公共說理的空間 還有雨傘人 我沒有放圖片 四字山雕塑 就是一個雨傘人很漂亮 很高高大大 然後黃色的小雨傘 主見起來的雨傘人 它是一個文化意義的展演 還有政治展演 到最後要清場的那一天 泛民主派的政客議員 就坐在那個路上 然後高手就說 我們會再回來的 然後就被抓走 這樣 然後 旺角這邊看了就非常的不爽 他說你們這是在浪費我們這邊 這邊的人幫你們撐起來的運動基礎 在浪費你們這邊 這是我們幫你做出來的運動的空間 然後大台當時其實覺得旺角非常的危險 因為旺角真的 吵了 就是每天就是 呃 建制派的跟泛民 建制派的跟运撞的 就每天在那邊吵一吵去 還有人從樓上丟東西下來 然後還有有腐蝕性的東西 什麼之類的 都可以拿著 媒體上面的形象是蠻糟糕的 應該這樣講 然後也沒有像金鐘 這麼的舒適 還有自習室 然後你走路還可以拿 拿鐵喝 然後還可以拿水果吃 然後都不用錢這樣子 然後 旺角這邊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認為 但是我這個地方 用心自由主義 其實都很小心 我應該把它光畫刮起來 有多一點 再次可以講多一點 我認為新自由主義 讓香港出現了一個相當嚴重的階級分化 香港的年輕人 目前是被認為是這一個浪潮底下最深的受害者 沒有房子買 沒有買 買不到房子住 沒有大學可以 香港大學的主力有38% 香港台灣人其中不一樣 沒有其他問題 然後 所以在這邊聚集的人 多半是打工仔 午夜青年 醫學夜青年 他們 展現了這種態度 他們認為 這邊中產的這些人 講的這些政治論理 道德化政治論理 都是一個 架的東西 我應該要以自己的肉身 以我自己的行動 來重溫 這個佔領的道德價值 我 沒有 這麼好的口才 和政治電論 我沒有這麼多的媒體資本 我像黃之鋒 可以一組的政黨 CNNV科來採訪 我沒有這麼多媒體資本 我沒有那個 周保中教授的流動民主教師 每天可以講這麼多什麼 他可以一年出好幾本書 我能做的 就是去抵抗這個國家機器 我就去流血 我就去用這個動作來證明 這裡是我的駕馭 誰都搶不走 那 這其實相當程度上面 體現了一種階級認可 階級認可就是 就是在這個體制下面 好 這幾天才剛好有一個 評調出爐 香港 18到25歲 18到34歲 有點忘記 這一代的年輕人 跟上一代年輕人 差異最大的 有一些地方是 認為說 努力並不一定可以成功 認為說 體制的問題 比你努力的問題還要大 認為說 香港是一個不共同的地方 他們相當程度的認為 過去這些在 香港經濟起飛 其實跟台灣思想 差不多的時間 這些時候 所累積出來 生產出來的 這些中產建議 很大程度的搶他們的資源 然後沒有做一個 在現在的香港 做一個合力的 那個 重複配的 爭議的構成 那對於空間詮釋是怎樣的 這裡其實不只雨傘運動 從2012年 2010年開始到後面 發生很多事情 比如大家在台灣 其實吵得最兇的 最難諒解香港的 可能是 反擊水貨客 就是很多路客來 香港買東西 然後他們用 直接用罵的方式 把他們罵回去 我認為他是一種 想要奪回 勝出空間的一種 可視 然後他反對 像政客要清場 他希望要留守 所以被政府打 他們覺得 在運動之後 還繼續 到處流動佔領 就是沒有 沒有組織的 到處佔領這樣子 然後認為自己被背叛 因為我時間差不多了 我要換你腳 然後 因為我基本上 我把這三個賣入帶完之後 我想讓大家知道 香港的半民主派 跟本土派 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這樣子 所以這個旺角這邊 就是 民主派 可以進行那些 半民主派 是要出去嗎 對對對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 其實這三個東西 不能直接 不能半民主派 跟民主本土派 他也不一定 半民主派的一個人 剛好站在左邊 或是本土派一個人 剛好站在左邊 但是 呃 我認為 這三個東西 很好可以解釋 現在的意識形態和氣 然後他大體上面 也呈現了一個 很明顯的分布 所以我覺得 現階段用這個方式來談 應該也算是 但是 未來我覺得 流動的可能性很大 嗯 接下來我本來想要談一些 就是 學院的歷史 或者是說 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是嗎 好 好 那 那 你學院的香港民主派 做了什麼事情 我先把這張講完 就是 大家看這本書 2013年出版的時候 出版社是香港大學學生會 不是某個人 反規的出版社 學生會可以當出版社嗎 他裡面寫了四篇文章 學生寫的 後面五篇文章是學生寫的 這篇文章是學生寫的 作為一個共同體 共同體的基礎上面 談社會正義 或是說 社會正義 該不該有一個共同體 變界 是不是 社會正義跟 共同體 變界必須要牽合在一起 這個社會正義的 充分配 那些共同體 是正當的 白話我們就是 台灣人如果繳稅 社會的一些福利 應該是給台灣人 應該是 類似 非常出錢 然後 那就不太難 然後 香港史關 討論一個 以香港 在地的史關 然後 太陽文化主題 還有自覺的學歷 這點是 比較好玩 就是 香港民主被喊出來 就是 等於喊出了一個 2047年 50年 不變的承諾結束之後 我香港應該做為一個 國際的民 就是 國際任何的一個民主 一個人群的群體 有權自覺 但是 香港過去其實 作為殖民地 就有權可以自覺 就是按照國際的民謀言 但是呢 中共在 要把香港收回去之前 把香港 他幫我們從殖民地 的名單上面拿掉 然後 香港人當時其實 也沒有太多 對他的喊 一把那個名單拿掉之後 香港已經沒有 全部可以自覺 所以現在回來 喊自覺權利 老實說 我想 現在可能大家沒有一個很清晰的 知道 到底 因為國際政治反而 就是一個實力原則的東西 就是你選手大 誰講公道 但是 目前要開始喊 就是習慣可以先 聯繫香港人共識 和媒體上可以創造一些 復活度 讓大家知道 香港人變不中國 變不中國 是Hunt Chinese 是Hunt Chinese 都非常的不一樣 那後續討論 我們會出版在我們這一屆 這是上上兩屆 然後這是我們這一屆 又出版了一個 香港新民族運動 裡面有四篇文章 然後我不同文章 都談 寫文章的時候 我現在回去看 我認為它體現了一個 對於香港民族人的一些焦慮 什麼焦慮呢 它怎麼確定香港的共民身份 台灣有一個基礎 就是過去 在公民黨的語言政策之下 我認為 其實大家都很習慣 講這個語言 這個語言已經相當成為 成為一個 其實大家可能會有點感到的 情緒 但是 它其實實質上面 已經成為一個像 台灣人聯繫的一個基礎 台灣人做公共討論用這個 台灣的政治用這個語言 台灣的社會都 基本上就是台機者會自衛 香港 雖然說 香港的 Hunt Chinese 很多 但是 香港相對的有很多 來的中亞的 南亞的移民 白人 還有 很多喜客教的 伊斯蘭教的 你想像不到的 各式各樣的宗教 香港是一個 非常混雜的一個社會 非常跟台灣突兀一樣 要怎麼在這個基礎上面 談一個 動物體 動物體 沒有一個一定的理念 那 要怎麼處理雙同認同 就像我剛才講的 還是有很多人 心理的打從 心理認同的這種語言 香港民族怎麼處理 封重認同的問題 無法建立中國因素 台灣建立中國因素 像武建銘老師談的 就是 港台兩地的政商聯盟 中國可以透過這個政商聯盟 影響到台灣的選舉 第二點是 北京在台灣的在地協力者 可能一些村里長的組織 或者是在地的一些愛智同組織 就是 會可以去幫忙做一些事情 影響到台灣的民族制度 但是香港 牽合太深了 它從97年之前 就一直都有 資本的流動 還有社會體制的邪惡 還有你看看香港的高層 很多都是在中國有關子 很多人就很難去談 它有中國因素的影響 但是 要怎麼談這個機制 要怎麼具體談 那為什麼要談中國因素 因為 如果你直接 一直不能反中反中反中的話 你最容易被提談的是 中國人沒有罪啊 中國人也是我們要關心的 就是公民社會啊 但是 如果你談清楚 什麼是影響香港的中國因素的話 你就可以把那個焦點 聚焦在這個體制上的問題 那 那 無法回應實力原則 台灣還有軍隊 香港是一條很多的 所以在雨傘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講說 解放廳要過來 解放廳要過來 等待一個政治契機 呃 就是 什麼時候國際有人 他會正正伸出元首 就是小弟當然元首 這樣 一直等不到 那 這裡我揭露一段話 是一個 愛迪堡大學的政治學校的時候 他談法學家 學院忘記了 政治的國元主義 政治的國元主義 我覺得很深刻的 談到了香港 要作為一個民主 他最底層的教育在運動 他說 像蘇格蘭這樣子 在喊無力的 無力出於 英國的這個地方 雖然大家會知道說 可能英國 議會也很開放民主啊 英國社會也很相當的 想要去包容蘇格蘭人啊 到底蘇格蘭是在爭執 他說 他在那邊講 蘇格蘭和 就是 政治的國元主義 所以 雖然說一個國家 可以喊他很多不同的民主 但是香港人是一個民主 中國有五十幾個少數民主 說 北京只要說 香港是我們那個少數民主 那 有什麼差別嗎 那到底 民主這個東西 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那個教授他是這樣講的 他說 你再怎樣開放透明 自由的政治 你都很難回應一個 這個 自由主義社會 允許每一個個體的公平 一個承諾 這個承諾就是說 這句我紅色過錢的字 他說 這一個 regnation 這個認可 這一個 呃 次 次國家的民主 subternation society 就是 蘇格蘭這樣的民主 他 可以 看這個 英格啊 這個民主 站在同樣的一個基礎上面 然後去參與 國際的事務 然後去 參與 當做 就是當一個世界的公民 但他是有一個 無名身份的 他是有一個 心理上面的一個 直接的 樂可 但是 對於蘇格蘭人民 對於蘇格蘭人民 在英格蘭的統治之下 就是不會 不會有這個 事情發生 那 香港在中國的統治之下 我認為對於本土派來說 就真的 沒話講 我們香港人 就是要當香港人 那 呃 那個 風琦先講一下 就是 學生會運動好不好 然後 我大概把 就是香港這幾年的 政治情況大概這樣帶過 然後 風琦在談他們 學生會的姿勢 因為其實他們的 角色相當很重要 然後一談說 學生會怎麼走過來 看學生會現在的立場 是怎麼樣 從這個脈絡出發的 謝謝 謝謝 好 我接著會 講一下 就是 香港學生運動的歷史 因爲 可能 大家有關注 雨傘革命的話 都會看到 比如說是 學員 他在那個 這個雨傘革命之中被判的一個很重要的講述 然後這個水耳人 他是在參與社會運動的時候 其實是已經有一個很長的歷史 就是在很久之前都已經在參加社會運動 然後我們就先講一些歷史背景 然後我會再從中間去講一下 當中他們的路線分析 因為剛剛裡面有講到就是現在 香港最主要的路線分析就是 在我們主派之間變化的主派之間 但是其實這個路線分析在之前 是怎樣變出來的話 所以我等一下會再講 然後其實講到香港的全身運動的話 最早的時候都要去到1960年代到1970年代之後 那個時候呢 在60年代之後出現了一個拔掉運動 因為那時候在二戰之後呢 《佩託》跟日本就簽訂了一個協定 然後都是張衝城、釣魚之類的黨 都還給了日本 然後那個時候就激起了一些香港的水耳生的公馬 他們的心血就是比較是一個愛國情懷的心態去觸發 然後就組織一些活動去抗議美國這個群人 然後在七十年代的時候就開始發生了一個叫中文運動 因為那個時候都是英國政府統治 官方的理由就是英文 然後那些人得到全身分選 其實香港作為一個殖民地 然後中文應該要有一個官方的地位 所以那個時候就大川的全身聯會 所以他們這些人組織就成立了一個聯織會 所以是爭取要將中文去成為法律人 所以你從這個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那個時候六四十年代的小艾山的心態 就是一個比較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一個心態的書法 然後他們的心態其實也是比較 現在就是對中國有一種打從心裡面 也會覺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一個民主主義的情懷在裡面 所以這些我們在那個時候 十分投入水勝運動的那些小艾山 就是在香港就是現在的法律子 他的主流 他們都是一些比較現在會叫做大中華一點的一些社會人士 這個就是法律人 然後在1973年的時候 出現另外一個就是關於貪污的一個問題 那個有的貨 對 那是一個英國的外籍的主持 然後就是因為他翻譯了的規定 也一起切發之後 都潛爬到英國 那時候 英國跟香港就是沒有一個犯罪的很大的協議 所以在潛爬到英國之後 香港政府也沒有拿到什麼問題 但是這件事情 會在香港的民間是引起了很大的迴響 那時候呢 香港發學 就是香港的 美國大學的權 那時候發學的東西 因為不會 就是要 你那個法 他已經 對 所發言的那些 合國 合國的遊戲 而是要要求 英國政府這樣 這個人就是 引到我們中國 引到回到香港 去授手 所以之後呢 在這件事情之中 都是看到 學生也是 也有一個很強角式的建議裡面 然後在這個流行之後呢 都會直接出現了 原證公署 或是旁邊的 ICC的產物 就是 第一家 就是 去 努力 警報 從警報裡面 努力出來 就是一個專門去 檢控那些 他們的 使用的 然後在80年代的時候 在主持人家的談判 學生的角色也是 非常重要 比如說是 比較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1984年的時候 香港大學的學生會 跟中國大學學生會 一起 寫信給 中共中央政府 就說 不要堅持 港同的母主治感 跟母選的原則 然後之後呢 趙紫陽 親自的回信給 兩年 原則大學學生會 去強調 民主自感 是一個無所當然的事情 然後 在80年代之後 藍河 聲明 通知之後呢 中央政府 都成立了一個 基本法的支持委員會 去 收集 基本法的意見 當中也有大尊 在旁邊呢 那個大藥 都成立了一個 中華的法律人 他就是那個時候 大尊學界的大碟 因為他那個時候 是港大學生會的 外幕 密室 所以你看到 其實那個時代 參與學生運動的 一些人 是在現在的 放兵主派裡面 也在那個 很重要的位置 然後到 1989年的時候呢 就是發生了 1964事件 然後 那個時候 水人也是 有一起去舉辦 遊行 去支持 中國的民主運動 然後 水人也是 支聯會 這是一個 裡面在文院 就是舉辦的 諸光委會 主席的一個 創會成員之一 所以現在已經退出了 所以你會看到 那個時候 只有吃 80年代的現場 就是說 那個年代的大學生 都是雖然他們都很熱烈的 是參與社會運動 但是他們的心態 都是從一些反擊 反對英國統治的心態 然後 是支持 就是對心中的中國人的認同 會有一個 很大的 很大的認同 在裡面 他們所作的 所作的 就是以一個 比較中國的角度去出發 所以那個時候 在剛裡面在講 比如說 聯合國 就是在香港 集群 和殖民 民黨的時候 但是香港社會 也沒有太大的反應 因為那個時候 學生也是 到底愛得太多 雖然 可以再講一下 就是在 八九零季之前 其實香港的 學運 有兩個主要的路線 更強 一個就是 其實應該 你剛剛沒有講到 一個人 這個叫火紅年代 火紅年代的時候 就是 香港的學界 主要出現了兩派之爭 第一派就是 叫國粹派 第一派 第二派 叫社會派 前者 跟後者的分別 是在於 他們對當時解決 社會問題的次序 就是 那個 主次的資分 是怎樣 然後 國粹派就是 比較親中的那邊 他們會覺得 要 主要是 要 到那裡去看一看 要去支持他們 要認輸 大家要認輸祖國 因為大家都是中國人 然後社會派呢 他們也是認輸之子 是中國人 但是他們會覺得 要先解決 香港的不同的社會問題 比如說 剛剛講的一些 防疫局的問題 比如說 香港的貪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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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覺得 應該先把主力 要放在那裡 然後 這個就是 當時 叫火紅年代之爭 他們會在 學院 去 一些文章 去 證論 然後 比如說 當時的學院社會 也是兩派之間的 征活 因為那個學院社會 的 影響力會 所以他們兩派 要去征活 那個學院社會的 營造 然後 就一直 演變大 然後那個時候的社會派 就是 現在的 法國族派的主流 然後 所以他的 就成為現今 大陸分子可以認識到 一些建制派 那些 新北京 那些 所以 如果說 八十年代之後 八十年代之前 學院都是比較 不只他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然後他們跟中國政府的關係 也會比較密切 因為學院那個時候 也會參與內地加入 去內地加入 但是在八九 就是六四之後 學院跟中國政府的關係 開始疏離 雖然他們 也會 選擇要建制一個民主中國 但是他們 跟中國的政府 就開始疏離 這是 他們會 跟那個 共產黨 會 就是 把這個 厭惡的感覺 然後 那幾十年以來 他的 大中華派的 全身太平 就是在此 和復活 那個 那個就是 二零一零一零的 那些大學生 他們去參與 補選 去 那個 民主 實現補選 去做的 很多 然後 然後 到 雨傘 革命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隨而然就是 在不同的 實行 都會有一個參與 那個時候 隨而然是 因為 將領中華制 有二零一三年 開始獎 但是一直都沒有實現 所以隨而然就 要 當時的獎勢 就是要 批波 批那個 大要集 去舉辦 所以呢 他們在七月的時候 要提早去 占領的 這把道 就是作為一個 占領中華的運用 然後 在 大約三十一號 是 為了 中共公布的 那個 發商議 就是說 香港沒有 補選會 是一選 這是 其實就是講補選 之後呢 選擇 發起了 在 九月二十二號 發起了 那個時候 只有一萬億 的大學生 去參與 然後 之後呢 在 九月二十七號 就是 八課的第一五天 之後 就有直接發行的 衝入 共同感 就直接 雨傘 更衛 所以最後 佔領中華其實是沒有出現 因為 佔領的地方 不是中華 是在 金中 上面 所以 可以提醒一下 在香港會叫 雨傘 所以會叫佔領中華 對 然後就是 在十月的時候 十月中的時候 都會 學來的成員跟政府去進行對話 就是 因為比較 歷史上的 第一次就是 全生在 政府官員 都開在電視上面 去討論 香港的政治 變大 這個 然後我會 講 這個 雨傘革命 會是 香港全身 或者是香港歷史 另一個分水 比如說 之前我是講 有國稅派 跟社會派 然後 但是到 那個 雨傘革命之後 香港的 主流的 意識形態 就有 那個 就轉變到 就是 本土派 跟 一些大中華派 我們也知道 就是 那些 民主派 那些 他們會 心裡會認同自己 是中國的 但是本土派 他們就不會認自己是 香港的 這個 雨傘革命是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分水 但是其實 在那個之前 已經那個 脈絡已經在出現 因為在 零九 就是幾年前 是零八 零九 零五年的時候 已經發生了一些 叫 DNG事件 DNG事件 這個事件 就是 說 有一些 大陸的 勞客 香港人 來香港一些 民營外面 拍照 但是 另一些 香港人 在那個 民營外面 拍照的時候 就被那些 保安阻攔 那個時候 就引發了一個 香港 一個 非常狠態 因為 覺得香港人 好像在 現在生活在 香港人 都變成 那些 大陸的 大陸的 很多都 下廊 就去買東西 然後 他們都 把他們 船調位置 那時候 香港的人 也會叫 那些大陸的 會比較 蝗蟲 什麼資源 都佔方法 比如說 學位 那些 孕婦的 船位 那些 船部都佔方法 所以 那時候 其實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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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的意思 已經開始了 但是在 雨傘革命之後 在開始 應該明顯出現 一個 比較 影響的出現 就是在 之後的退回事件 因為 剛剛說 那個學 就是 在過去 社會 參與很多 但是 它其實 那個領導 是一些 大中華的一些社會運團 去 到那個 那個 學生運動 所以是 學生會的領導 但是 在雨傘革命之後 一些 在雨傘革命 參與很多 的年輕人 他們這種開始 我就是覺得 這些 學生運動 應該再繼續找 這些 大中華的學生去領導 然後 學得很難 就是從 剛剛的歷史 那時候 他們是一個 大中華的一個 學生組織 所以 這些 文組派的學生 他們就 發起退 就是 要拖了 那個 有非常強 意識形態的一個組織 然後 都自己努力去 做自己的立場 那種論述 好 這邊 這邊我先做一個小講解 就是 其實 你看到 香港的歷史 學生運動的脈絡 都是 搖曳很長的歷史 是因為其實在 六四十年代的時候 那個時候 香港的大學生 都是 出發的非常少 那些 可以進大學 念書 都是社會的 他們都會 抓著自己的一個 很重的社會 只要去改變 那些社會 上面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 他們就會很 很 穩熱的去 介入這些社會事務 然後 社會的一路 什麼 就是 一個 習慣 或者是 一個歷史 一 到現在為止 香港的 學生組織也是很 很強要 學生的身份 身份 去見一些社會事務 然後 之後 我們會再講一下 關於學生事務部分 指定是 我們香港大學學生會的 簡介 其實 香港大學學生會 前身是 叫 香港大學院會 就是在 1912年創辦 香港大學是在 1911年創辦 所以 這個院會是在 大學創辦之後 一年創辦 當初的時候 香港 不只是學生可以參與 其實是 學生的 老師都是 聯會的會員 直到1919年 的時候 才改革 香港大學學生會 然後 它是一個 獨立註冊社團 這是說 它是獨立學校 它是 外面學校 有任何的 從事關係 它是一個 獨立工作人 它的 財政是獨立的 我們會自己 收學生會 會費 然後 我們的支出 我們不會拿 學校的一份錢去 用 我們是 收 會員的費 然後 都用在 我們 學生上 我們會有 億萬六千名 會員 所有大學的 本科生 都是我們的 會員 然後 還有一個 學生會的大樓 就是自己去 音樂 這個大樓 就是有三層 你可以看到的三層 就是 我們 學生是 其實是 我們有這個 大樓 然後 基本上 裡面所有的 就是我們負責 裡面有 不同的店鋪 有 有咖啡廳 有店航店 都是 他們都是 經濟是 有學生會去收 然後 租金的費用 收完之後 那些錢都會在公共福利提供給公司 然後 財政方面 因為我們 沒有拿到 學校的一分錢 所以 我們財政是 獨立的 現在的財政 應該是有 三千多萬港幣 就是 乘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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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們 他們 大部分 都是 用來 來投資 因為學生會 有一個 自己的基金 就是 可以去投資 一些 低通行的投資 然後 也會有 受力士 所以我的財政就是 非常的充足 不用去跟隨他 並打錢 然後 我會再講一下 學生會的架構 學生會 你可以看到 最底的 有兩個分支 傳媒大會 跟傳媒投票 都是 香港大選 學生會的最高 傳媒大降落 之前 剛剛提到 那個 推進來 都是從傳媒投票 之中去 全益 然後 這個通過 所以 香港大選 會有 退出的水 然後 我底下 這是一個 平議會 平議會 其實是一個 議會 字幕 是一個 怎麼講 這是一個 會 立法機構 然後 也是一個 司法機構 因為 香港 大選 會有自己的獻章 然後 平議會 都是 去 也一個 是 這是下了 立法 要去證明 法庭位的一些 非章 非子之類的東西 然後 他的 獻章 是一個 已經流傳了很長的歷史 因為他是 在 很久已經 穿了 所以 他的 部分的 意思的獻章 也是 當官司的立法會 也是 參考 香港大選 會的一些 憲章 序章 是一個 比較 英國式的 英國制 然後 之下 可以看到 中央幹事會跟 上層 就是有 學院 下層 就是 去年之後有 學院 中央幹事會 我們就是 一個 執行機構 我們就是 從那個 年年的 週年的大選 所有的 會員 共同是 爽舉 出來的 電子機 然後在我們下面 可以看到 旁的東西 但是我們 香港大選 傳統會有 十會 我們有 一百二十多的 十會 就是有 多種的性質 比如說是 最右邊的三個 就是一些 信訊十會 比如說是 有 電影 十會 一些 一些 畫居 那些 合創 那些 也是 十會 然後 會有一些 中間 就是 寺堂 全身 樹聖的主機 也是在 全身會的 這樣會 然後 旁邊就是 特務 特務 都會有 全身 最佛首 所以 你可以看到 香港 我們 全身會 是很 龐大 然後 我知道 在台灣 大選 也會有很多 主機 但是 他們可能是屬於 全身會 裡面的一個 架構 但是為什麼 在香港大選 全身會裡面 會有那麼多 全身主機 會在我們 全身會的架構裡面 其實是 因為 學校是 認為 學生會是一個 文藝代表的 科生的 學生主機 所以 基本上 所有學生的資源 是 將給學生會去管理 如說 學校會 那些 攀位的地方 甚至 共鋼 或是 共鋼 那些地方 會 給學生會去管理 然後 學生會就是 統一去管理 社會平均 去 掌握這些 不同的學生會 所以 其實 如果你是 大學裡面的 學生組織 但是 你不是屬於 學生會的話 基本上是 沒有辦法在 學生會裡 是很難去辦活 因為 大部分的資源 就是 從學生會去 下的學生會 所以都會有 這麼多的學生會 都是可以 在學生會裡 下去辦活 然後 可以拿著 有 有 比如說 剛剛提到 那些 電腦 比如說 有一部分 都會拿去 不同的基金 就是不同的學會 都會升級 比如說 比如說 我們出版這個 香港大學的 民族 香港民族 都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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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民族 這本書 我們一定有賺錢 對不對 然後原本 在一剛開始出版的時候 只有賣兩千多本 但是 香港特首楊正英 在1月1號 他的那個 執政報告裡面 點名批評我們的民族 就是 不如不得來看 所以我們的銷售 這樣 順便飆升到 另外兩千多本 所以我們的 就是這本民族 有十幾萬港幣 那這個港幣 透過剛才講 那個最高的權力機構 就是 設立一個新的出版基金 讓香港大學的學生 可以提他們的出版計畫來 出版他們想要出版的東西 然後 我可以講一下這個 這個 團結一致 努力之主 就是我們學生會的匯分 會什麼 團結一致 就是說 剛剛 上一次 就是 你看到 基本上 大學年學生的主 就是 在學生會的價格 就是 這是我們說的 團結一致 就是 團結起來 就是跟學校 是 跟下方是一個 平等的地位 獨立自主 就是說 我們所謂的營運財政 都是獨立運 學校 我們是一個自主 營運的學生組織 然後 我們會講一下 就是 私生公治的歷史 因為 我們說 我們跟學校 是一個 平等地位 但是 現在 平等地位是怎樣爭取得來的 就是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 早在1960年的時候 其實 我們 學生會的幹事 已經 在爭取 要在 各種學校的 管制 機構 去增加 學生的智慧 學生的意見 來進去 所以 你會看到 這個 一個 一個 然後 可以再講一點 就是說 其實 學生會 一直在爭取 然後 校長的 門選 的過程中 會有 學生帶點 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 一直在爭取 然後 在 前幾年的時候 還真是 成功爭取到 每一個學生帶點 都是跟其他的 鬼人 都是有 同的選領 去投票去選 校長 然後 現在 在 香港的 管制架構 裡面 有不同的委員會 比如說 是有 關於 素氏 素氏 事務的委員會 然後 一些是 檢討 大選裡面 餐廳的 食物的 之術 但是委員會 很多委員會 都有選領的代表在裡面 但是 在學校的 配置裡面 配料一支 有幾支 就是配料選領代表去處 所以 現在 香港大學 裡面 就是 貫車人的 私生 貫子 讓大家 學校跟 同學 共同去 廣義 一起去參與 校正 然後 我會帶請一些 香港大學學校會 在青年社會參與 比如說 是去年的話 我們就在 大學裡面 第一次 自己舉辦了一個 香港大學 人生會舉辦的六四晚會 那是我們第一次沒有參與 資本人會在文園 那可能 出發晚會 我們自己另外 辦了一個 然後 去年有 2000多人去參加我們的晚會 然後 今年我們也有再舉辦 還有 就是 今年的話 不只是港大 自己舉辦晚會 其他的大學 大學 大學 小學生會 也另外 自己舉辦了一個晚會 這是沒有 大家都沒有在參加 這個任何的晚會 然後 我們也會在不同的社會議題上面 可以出我們聲明 那些聲明 我們也會有媒體報告 比如說 是六四 去年的六四雙年 還有 我們在中間 那個紅色 那個就是在今年 日前 上個星期 我們 學生會出了一個聲明 就是 說 講了 主權於家的一個聲明 然後 我們也會 到 街頭上面 去 去參與我們 比如說 這個是 在去年正常的時候 我們在 旺角那邊 舉辦那個 公開的論壇 就是給觀眾去參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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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這樣的一個標題 就是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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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說 選項部的代表嗎 當你們也是有新的主體意見提出的時候 你們會 有機會 什麼樣的民主的情趣 確認 這個意見是代表選項部的對面嗎 這個 我可以再講一下 因為 在 選項會進選的時候 然後 選項會的那一角度 會 有一份正剛 然後 就會 強勢的面 躺在不同的社會 地域的立場 然後 基本上 會 這些生物靈都是從那個 基層去出發 比如說 是 火內街 基爽的時候 就講 就是 我的立場就是 香港跟中國 應該要保持一個 農具 就是 中港區 一個 是這樣的一個立場 然後 但是這些生物裡面 就是 有一個叫 十四委員會的主題 就是 香港大學 提議會 提議會上的一個主題 叫 十四委員會 去 通過這個生物 他是一個 這個全力就是 可以 去 寫一些生物 他們的 裡面的成員 有一些就是 全社會的幹事 還有一些就是 基 那些 不同的團學 他們會一起去寫 這個 生物 然後就是 用全社會的 能力去控制 然後這個 這個 基 在 架構裡面 就是 這個 裏面就是 有這個全力去 把一些 全社會的 發出 我記得是不是 如果生物有疑慮 有辦法回到 評會 就做生物 就是 對 就是 那個生物出去 如果有疑慮的話 還必須要改到 最高 最高選民機構 是全民投票的 全民選舉 然後下面 就是 再次要是全民的 評議會 所以他是一種 單一制度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他要改到 評議會 還能再做 評制的審議 那目前 我要講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就是 有時候是 比如說法律學會 他出了聲明 然後回來要 要審議 然後有時候就被罵說 你們是不是在 結論審盤 之類的 然後 但是有一點要說清楚的 就是 這個聲明出去的所有 責任是在 學生會會長身上 就算是我們學院 就是 我們寫成這樣子 然後如果真的 江南政府有什麼大動作的話 出事了 結果學生會會長 因為我們是 Steel Lake Union 團結理事 就是學生會會的 負責 那 就是他原本 限制架構長 那樣子 那目前出現什麼 比較大的問題 依我自己在學校的 體驗來講就是 香港學生內部 我認為 對於這種社會議題的分歧 並沒有相當明顯 但是我確實 在上課的時候 還是會有講過 跟我們聊說 學生會太激進 然後這東西 他們不認同我 不再咬我 那 雖然他們會辦一些 就是 非常審議式的討論這樣 可是我猜 就是 那真正有一個 集體性的意量 在反對學生會 我覺得是中國學生 是 中國學生是真的 非常充滿 非常非常充滿 香港大學 以香港學生為主體的 這個學生會 那 我認為 這個經濟我可以講得很清楚 因為過去 香港大學學生會 這個主體的行程 是在1970年代 我記得發財學生 是非常大的辯論 就是 是不是每一個學生 都應該是學生會 一個的會員 這是必然會員制 像大的辯論 然後後來決定 是必然會員制 但是從1970年代 到後來 港大加入整個 國際化的屏蔽 然後收了很多 國際學生 包括我 我是這個潮流 進到港大去讀書的 它整個學生的主體 內涵 感變相當 組成這樣非常大 那 你看多了這麼多 中國的學生 他們有自己的經驗 自己的成長經驗 然後 可能這裡是很政治 有個市 這麼的想要 就是參與的話 他們確實有在醞釀 要退出學生會 但是醞釀說 要舉辦一個群民投票說 那就是所學校 一來會員制的東西 就我參與觀察到的 就是我朋友在討論的 那 後來比較可惜了 我認為 其實他們有意見 有情緒 但是目前 像中國學生 在香港大學生會 可能快要一千個學生裡面 他並沒有一個 政治的主體性在 就其實他們內部 在討論 要不要去舉辦有功課 要行程有運動的時候 有幾個顧慮 一個是擔心被抓 被留紀錄 可能去中國 然後有時候是 自己自己內部 有意見 所以他沒有時間 有意見 但是確實會有進去 所以我們都會有進去 因為不必要這樣子 這樣子 就這樣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 好